大家好,我是Ryan 经过之前的几期课程 我们就基本上讲完了 JQuery一些基本的技术方面的知识 今天我们将用短短的一小节内容 给大家讲一下JQuery的编程规范 也就是日常开发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之后我们将会用两到三节课 给大家讲一个事例程序 让大家练习一下 如何熟练掌握JQuery 好的,今天我还是依然像以前一样 建一个文件夹在我们的讲义的JQuery repo 这个Git repo下 然后我放在讲义会放在Redmi file里面 在Redmi里面这样看是不太好看的 所以我今天准备在GitHub上讲 因为GitHub是format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Dome操作 这边Dome操作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内容 第一项就是RB青年版 大家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问题 它在每一次 它现在我的目标是 从一个container取到text 放到它本container的 这个attribute title下 也就是把它text和title 设成一样的值 然后其次呢 再把它同样的项目呢 给它的字体颜色设成红色 然后再让它fade out了 在JQuery这个Query selector的过程中 其实有些事情是非常讲究的 首先呢 一个比较复杂的selector 比一个简单的selector 消耗的时间要长 占用的是更为expensive 所以呢 我们尽量使用简单的selector 来进行一些 一般如果这个ID是足够的 我们就不要再给它前面加任何限定项目了 越少越快 所以呢 一个改进方法就是 只用ID来进行操作 或者是 或者怎么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用尽量少的selector 来select页面上的元素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个文艺清单的版本 就是 我们只Query selector一次 在这一次的时候 我们把它存到一个变量里面 这样呢 我们只会 让那个JQuery呢 去doom里面去搜索这个元素 符合这个元素的所有元素一次 只要找到这一次呢 之后 我们就直接从内存里取出这个 也就不进行任何的doom的query了 不进行doom的这个查询了 这样比较 较为快 比之前那种 用很复杂的selector来query 四次 要快很多 大概要快不止四倍 然后但是呢 还有一种更加好的方法 就是 如果我们 是同样的一个element 来给它进行一些doom操作 我们最好呢 是可以把它train起来 这个就是trainning 之前我给大家讲操作的时候 也示例过这个trainning的使用方法 也就是当它改变一个atribute之后呢 它这个function其实是return了本来的元素 也就是return一个this指针 然后在这个上面 接下来呢 我还可以给它改css 再接下来呢 我还是可以让它feedout 这都是在同一个元素上进行的 所以说它们是一回事 但这样呢 会使代码看起来更简洁 不像之前的代码会不停地重复 不停地重复这个element 这样呢 意维护性呢 也比较高 那么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selection 就doeminsertion 就是当我们要从 要向页面中插入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尤其是我们在一个for循环之中 不停地向页面插入 这种情况下 可优化的 有些很多事情是可以优化的 首先 这个范例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大概有一个数组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插入元素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用这个each 对这个array进行each 也就是每一个元素 进入这个 调用这个convac function 给当前页面填的这个list呢 ul呢 append一个li 也就是每次append的li 一共append的5个li 这样是可以的 也是我们最直接的想法 就是每一次都会insert一个li element到这个dome里面 但是呢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这其实也是javascript的一个编程的良好习惯 就是 需要尽量减少dome的直接操作 之前呢 这个的主要目的是需要直接减少 对dome的 对dome元素的直接query 直接查询 这边呢 是减少对dome的直接操作 所以呢 比较好的方案呢 是这个 也这边搞一个buffer 类似于buffer的东西 把它们先都存在buffer里面 然后在统一一次性插入到页面上 这样效率更高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invent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这个主要 这个历程的主要实现的目的是 就是在同一个li上呢 给它加两次 两个invent handler 一个是mouse center 一个是click 然后具体操作就不再讲了 这样呢 第一种方案 这个我这边写的这个2b的方案呢 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它效率不是很高 首先呢 犯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selector呢 select两遍 其实select一遍就行了 还有一个大忌讳之处呢 我后来后面会提到 在这个普通版本之中呢 其实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这个element呢 只让它query一次 并且呢 使用了一种 较为简洁的绑定方法 也就是只用一次on 然后同时绑定两个invent 这种也是这种sintax呢 这种语法格式 也是jquery支持的 也就是这个invent名 后面加 就是一个jsonobject invent名 后面加一个callback 就是回调函数 跟这个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效率上的提高 除了这个 除了buffer 就是暂存一下这个select的值 对效率上有所提高以外 这两种表达方式 其实在内在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大家来看这个文艺的方法呢 实际上更好一点 为什么更好呢 就是这个list items呢 实际上它选择出来肯定 一般情况下它会是一个list 因为这个long list 它是一个long list long list里面的ili呢 是有时候是会有很多的 大部分时候不只有一个 因为为什么你要用ili呢 肯定是有很多 所以说呢 这种方案呢 无论是这种方案 还是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会绑 比如说这个long list 只有n个li 这种方案会绑定在 在那个浏览器中呢 会绑定2n个invent handler 这个有时候是很代价 比较昂贵的 expensive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虽然它这样写 但其实还是绑定了 2n个handle invent handler 但是呢 对于这个 第三 这个文艺方案就不一样 它其实只绑定2个handle 它绑定的这个invent handler 是在这个list上面 而不是listili上面 它在这个绑定元素的 第二个参数 它传入了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什么意思呢 是类似于一个过滤区 过滤一下这个invent 也就是在long list上 触发的所有invent 也就是long list 包括long list的子元素 触发的所有invent 它会来看这个invent 是不是li 是不是触发在li上 如果触发在li上 会调用这个回答函数 其实呢 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只是 但节约了很多invent handler 这对于一个很长的list 是很有作用的 是会将效率提高很多 这就是我想到的一些 比较基本的注意事项 但这些事项 这些事情 大家都是在编程中 需要注意的 开发中需要注意的 那么谢谢大家 在接下来课程呢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实践课程了 好 下回再见 下回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